歡迎打開洛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 每天回家老婆都在裝死 由拍過重金搖滾雙面人的導演指導 安田賢和榮昌奈奈主演 這部日本電影改編自一則超人氣的 雅虎知識加貼文 有個網友把老婆和他之間的互動 貼到了上面向大家求助 然後還有網友做了相關的網路歌曲 還有MV等等都有非常高的點閱率 一直到後來還出了三本的漫畫 電影的劇情敘述一對夫妻 在結婚的當初就約定好 在第三年的時候要重新審視彼此之間 是否要繼續維持這段婚姻關係 而某一天老公下班回家之後 發現老婆倒在地上 渾身是血 嚇了一跳的老公才發現老婆竟然在裝死 之後每天下班回家 他都要面對以各式各樣的方式 裝死的老婆 這部電影真的挺好看的 在台北市的美洲票上 一直有很低的蝶幅 口碑是發酵的 但它不是那種會好看到讓人尖叫的電影 而是清清淡淡的故事 卻帶著千言萬語的感動在其中 有人說婚姻是愛情的墳墓 這位太太似乎用荒謬的裝死 讓他們婚姻中的愛情 可以像是恐怖漫畫當中的富江一樣 無限的復活 起碼兩人的互動可以保持一定的熱度 預告片看起來有點像是一部日式的純愛電影 又帶著一點搞笑的成分 不過這部電影完全的讓人出乎意料 這是一部很簡單很單純 就在講這一對夫妻 以及他們周遭的人發生的故事 搞笑的成分就只有發生在老婆層出不窮的裝死花招上面 其他的地方就還好 雖然有點像是日劇的SP 但是在劇本上面是挺夠厚度的 你也不會感覺到那個電視劇的粗糙感 只是場景就只有在那幾個地方沒有離開過 在這場無厘頭到老公被感壓力的裝死遊戲裡面 故事要探討的重心還是婚姻關係 成為老公老婆的兩個人要怎麼長久的相處下去 這是一個很日常又無解的問題 熱情總是會冷卻的嘛 再怎麼迷人的樣子 你看久了還是會沒有感覺的 這位老公在之前曾經有過一段婚姻 維持了三年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突然就被離婚了 也因此從此之後他對婚姻就抱持著不信任的態度 我想現代的人應該很多也是 婚姻的好處似乎只有在每年報稅的那個時候 你才會感覺到 很多的人你去問他應該會講不出來什麼其他的優點 電影中除了主角之外還有幾個配角 分別代表了不同的婚姻關係 每一種都有各自的問題 還有他們的相處之道 而我覺得每天回家老婆都在裝死劇本 所強調的重點是在溝通 每一段關係理論上都有自己一套的溝通方式 不過很多時候像這部電影當中的男方 都是選擇逃避溝通的 而要女方主動出擊 在逼迫之下才願意直求對決 來解決兩個人之間的關係 少了溝通的愛情和婚姻 是很難一起攜手走完 電影當中所說到的人生中的三種坡道 上坡道 下坡道 還有沒想到 這種特別的溝通 是把隱藏或者是迂迴的表達自己的情感 當作是美感的東方人特別懂的 像是古代文人所寫的詩詞 他是不會直接的表達自己的情感 或者是思念啊等等的 而會選擇用更深遠 而不直接的方式來傳遞 整部電影雖然沒有太特別的高潮起伏 不過節奏還算有趣 而且在演員的表演之下 你會很清楚的見到整部電影當中滿滿的情感 電影的故事其實頗零碎的 主要的劇情就是老公一直搞不懂 老婆為什麼要裝死這件事 而不管他怎麼逼問對方 他也不肯解釋 而在最後的結局 他用一種很聰明的方法來解釋這件事 兩個主角的表演都很好看 不管是榮昌奈奈那種 在日光下會讓人感覺到的幸福感 或者是安田賢那張不苟言笑的臉底下 所給人的踏實感 這兩個人真的是很棒的組合 很樸實的一對小夫妻的故事 卻能讓人有解開心中大謎團的感覺 很輕鬆的訴說 我們生活裡面要面對的喜怒哀樂 同時也能溫暖我們的內心 還相當甜蜜的 會讓我們重拾對幸福 對愛情的期望 我自己是相當喜歡這部電影 所傳達給人的訊息 相反的 如果你覺得這些小情小愛都是騙人的 那你可能就不太適合這部電影 所以這部電影非常的適合 帶著你決定跟他攜手共度一生的那一個人 一起去欣賞 特別推薦給每天你的另外一半 都會在家裡面上演不一樣的小劇場的你 每天回家老婆都在裝死 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 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 找找你的訂閱鈕 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一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者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是羅比頻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電影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